虽然仙人一路修行,随着修为日深,元神核心还会增长,但到底不是晋升,其增长幅度有限,没想到这才一段时间未见,唐杰的元神核心竟是出现了明显的增长。 反倒是许妙然眉头一皱,奇怪,怎么你的气息好像弱了?这就是将士心经的作用,削弱法身,增强神灵,完完全全脱离肉身稚固的法修路线。 只是修了一门比较特殊的功法,消有成效,对了,今日为何会来?一一我回道,事情已经做好了,三族已经开战,为何不来? 还是许妙然补充道,妖族谋门联合出手,人族修者败局已定,也差不多是时候,出面和他们联系,请我七侠姐出手了,所以我们就过来问问你的意思。 唐杰笑道,你们是怕出手晚了,人族被灭了,到时候再出手就失去意义,对吧? 许妙然笑道,这也算是个理由吧,怎么,你还有不同看法? 果然唐杰摇头,你们太小看我人族了,人族能在弱势的情况下,还与妖魔两族周旋数千年,又岂是一语之辈? 我问你们,现在局势如何? 一一已抢着道,我人族修者一路败退,妖魔两族攻城略地,战无不胜,怎么看人族都没有希望? 唐杰又问,那广原子可曾出手? 没有? 唐杰再问,那可有大战? 许妙然接口,未有? 人族战线不断退缩,几乎没打过一场像样的大战,既无血气,亦无勇气。 现在人族修者内部人心惶惶,都在抱怨,轻松无能呢? 抱轻松就是人族底先大能,广原子的徒弟。 人族联盟的领袖,初巧修为,实力强悍,同时也颇具智慧,在人族修者中极具声望。 不过这一次三族大战,对他的声望却产生了极大的挑战,他的归缩政策正在以史上最快的速度将人类的家业败光,因而引发哀怨无数。 那抱轻松纵是未达到不漏无响的境界,只怕也要耳根子烧得厉害。 正因此,许妙然和依依才会认为大局底定,就跑过来问唐杰下一步计划。 但唐杰却连连摇头, 你们太小看抱轻松了,要说人族不是对手我信,可要说会败得如此窝囊,我绝对不信。 依我看,抱轻松肯定在谋划一次大的反击,一旦得手,说不得可以挽救大厦之江心呢。 抱轻松有这等手段? 许妙然惊奇,确切地说,是看他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 什么机会啊? 依依问道。 唐杰回答,关键还在摩门上,要想救人族,就需要摩门刀割。 所以,人摩两族势力联合对抗,方能抵抗妖族。 可现在摩门被近天涯激怒,已经不再是人族的当朋友了。 那就让妖族带给摩门更强烈一些的恨不就行了。 有时候你要拉一个人,未必非得给他好处,调动两只狗相斗的方法可以很简单的。 唐杰意味深长地说道,许妙然眼睛亮了,人族领地就是骨头。 没错,唐杰很肯定地回答,摩门之所以会出手攻击人族,就是为了防止妖族做大。 抱轻松主动退缩,让出大量领地,就是在丢骨头。 如今妖魔两族为了争领地,已经相互看对方极不顺眼。 抱轻松在这时,一方面势之已弱,另一方面在搞些小动作,绝对可以让妖魔两族内斗。 原来是这样,一一拍了拍手,到那时,人族在趁机出手,打退两族,给他们一个狠狠的教训,就可以反败为胜了。 啊?错,唐杰却道,如果是那样的话,人族就彻底完蛋了。 啊?一一和许妙然同时一呆,那该怎么办? 何谈? 何谈?这简直是自取其辱。 天书上人大吼着站起来,此人面色红润,顶着一个大光头,气质粗俗,说话的时候,永远都是轰隆隆地像吵架。 怎么看,都不像一位出窍妻的大人物。 此刻,他正指着抱轻松的鼻子大骂。 在他看来,费了诺大代价,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竟然只为了和谈,割地,赔款,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抱轻松是个书生模样的男子,此刻坐在人族联盟的大殿上,叹了口气道。 唉,我又何尝希望如此呢? 可是如今我族示弱,就算我们能挑动妖魔内斗,再趁机出手,或许能打赢一场战斗,但终究挽回不了大局。 为今之计,唯有抓住时机一合,再借机逼魔门重新与我们结盟,才能挽回我人族于水火之中啊。 那先前放弃的领地呢?又有人问,抱轻松摇摇头,这意味着那失去的怕是要不回来了。 那可是,我人族三分之二的领土,失去了这些,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三分之二的资源,三分之二的人口,三分之二的修者。 我人族本就雷若,再失去这些,到最后岂不是难逃吞并的恶运? 一个声音从大殿中回荡起,充满了威严,只闻其声,却不见其人。 抱轻松已对着大殿上方败道,师尊所言不差,战是素死,何是还死? 还死总比素死好,也只有先活着才能有机会。 若是上天连我人族,未来给我人族一个成就先台的机会。 是师尊不再孤军奋战,就能夺回失去的一切啊。 可,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只要帝仙一日不出,岂不就意味着我们要一直这么瘦下去吗? 已有人道,内心中还有句话,帝仙也不是永生不死的, 万一出了个帝仙,广元子却受缘倒头了,又甚至广元子大献已至,帝仙都没出来呢? 只是这些话不能说,只能憋在心里,却是每个人都清楚的。 就是啊,这样等下去太渺茫了,不行,我不能同意,实在太过憋屈了。 有人接口道,这些人,都是人族称霸一方的大人物,怎么也无法接受这受气的命运。 我也不能接受,对,我人族只可站着生,岂能跪着死,正是如此。 大殿重修,已是纷纷议论起来。 那天书上人更是道, 暴清松,我看你是拿了那妖魔两族的好处吧,给他们做内用来了。 这人吧,大概就没学过怎么好好说话,一开口就犯冲。 暴清松面色变了变,最终却没有反驳,只是道, 大局为重啊,堂上依然抄抄成一片, 但是对于暴清松的投降主义,却是无一例外的表现出了切齿痛恨的态度, 并表示出,宁为玉岁,不为瓦全。 尽管暴清松是人类联盟的领袖, 但事实上他也不能一意孤行。 这场讨论最终否掉了暴清松的建议。 所有人统一意见,一定要趁妖魔两族内斗之际给他们一个狠的, 把他们全部打出人族地界,然后再和谈。 是的,谈,不是不能谈, 但应该是在彰显过人族实力,收复人族土地后再谈。 大家的决定错了吗? 未必。 许多的事在没发生之前,没人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妖魔两族一旦被人族打退,他们可能恼羞成怒,卷土重来, 也可能会认识到自己小看了人族修者, 在还有第三方敌人窥伺下放弃武力,接受和谈。 人生的确不确定性就在于,这些可能都是存在的,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而你最终能够验证的却只有一种。 差别只在于,如果你使用的那种方法成功了, 你会庆幸,并认为没选择的方法是错的。 如果你使用的方法失败了, 你会诬陷懊恼,认为没选择的方法才是正确的。 而真正的事实却是,世界从来不是非此即彼, 一种选择错误不代表另一种选择就是正确的。 不管怎么样,人族联盟的长老已经做出了选择, 暴轻松只能接受的份,开始策划人族的反击战。 人族反击战是在三族战争开启两个月后开始的, 此时妖族魔门已经占据人族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地, 彼此间也对既得利益的争夺而把仇怨积累到极致, 私下里早就常有争斗发生, 而真正野然两族争斗的还是关于云梦山脉的争夺。 云梦山脉,位于人族领地内的一座大山, 此山在血河界中也算得上一处善鬼遗迹, 相传,在许久以前是修者战场, 曾有无数修者在此陨落, 故而此地灵气阴云,资源丰富, 且常有迷藏医宝出世, 同时也凶险无比, 可以算得上修者探险寻宝提升自身的好去处。 据说,暴轻松当年就是在此山中偶有其遇, 才奠定了未来一步登天的基础。 如今要在云梦山脉, 发现什么未开启的仙人宝地、洞府, 那是不太可能了。 但由于山中地势复杂, 显耀之地众多, 因此还盛产一些特殊的资源。 谁占领了云梦山脉, 谁就相当于拥有了这里的海量资源。 修者占地其实也很简单, 先把守住在当地的修者赶走, 然后把这块地面上的法阵破去, 再自己布个阵法, 圈下来的地方就算是自己的。 因此,这种圈地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组织要强, 二是个人要强, 三是法阵要强, 三者结合下方能进行完整的圈地运动。 妖魔两族就是在云梦山脉这一块产生了巨大的问题。 当初魔门与妖族说好, 从两头分别攻打人族, 谁占下的地方就归谁, 听起来是简单实惠, 可实际运用起来就会发现问题多多。 云梦山脉地大物博, 绵延万里, 横穿人类地狱, 本就是两族皆可攻占之地。 山中情况诡异, 各类险地数不胜数, 稍有不慎就可能陨落, 则为杀戮与死亡,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杀了对手, 往某个险地里一丢, 就说是自己找死, 与己无关, 然后踏踏实实布阵圈地即可。 而别人也可以大大样样地毁阵, 把罪责同样推到这山中的复杂与凶险中即可。 再加上人族修者的有心挑拨, 因此, 当两族修者进入此地后, 很快就为了云梦山脉的丰富资源, 展开了争夺。 这是一场私下一切伪善外衣的生死较量, 妖族胜在数量众多, 诡异莫测, 魔门胜在个体强大, 心狠手辣, 两边一对上, 一场场血淋淋的厮杀就此展开, 云梦山脉变得步步杀鸡, 处处烽火。 由于魔门的个人实力比较强, 而云梦山脉地形复杂, 修者往往是各行其事, 各寻资源。 反正得了好处, 别忘了给自己的组织一份就行了。 所以这场争夺的初期, 反倒是总体实力较弱的魔门占了上风。 转门出现在两族进军云梦山脉的第十二日, 一个叫做狼牵魔的修者, 在云梦山脉伤心领一带, 发现了一种名为相思红的灵质。 老实说, 这也不算是太过稀有的灵质, 难得的是, 这一批灵质数量不少, 还差数日, 这一批就可完全成熟, 那狼牵魔便将此地圈起, 化为自己的地盘。 没想到, 此地被一群妖族发现, 那群妖族看见狼牵魔只有一个人, 便起来要吞掉此地, 双方就此展开厮杀。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修为只有心魔区的狼牵魔, 竟然在此次战斗中大获全胜, 一口气杀死了三十五名妖族, 其中包括一个化魂, 三个心魔, 十二个灵魂, 其战果之胜, 就是比起唐杰当年一不多让。 不过狼牵魔没想到, 在他杀死的这批人中, 竟然有一个是妖族大能苍烈之子。 苍烈乃妖族化神器的大能, 在妖族中一属高层, 得知其子战死后, 勃然大怒, 竟是亲上云梦山脉找狼牵魔报仇。 妖魔两族原本有个默契, 就是所有的争端只在子服以下展开, 子服以上不得进行, 以避免高层力量的无一意损失。 苍烈的进入, 直接打破了这一默契, 尤其是此人心痛爱子之死, 心情既然坏了, 自然要找人出气, 一路上但有魔门修者, 便一律杀无赦。 他是杀得爽了, 魔门却是勃然大怒。 因为魔门大修直接出手, 三掌重创苍烈, 苍烈不是对手, 只能望风逃顿。 按理说这个时候, 那魔门大修也可以见好就收, 毕竟总体而言妖族势大。 但魔门也不是个个都讲大局的, 事实上, 以他们那嚣张跋扈, 动辄杀人, 喜怒无常的性子, 不讲大局才是常理, 否则也就不叫魔门了。 所以这位魔门大修直接不顾一切, 追杀苍烈三天三夜, 一直追到妖族境内, 竟是在大批妖修面前将其隔杀, 这才大摇大摆地离去。 这一下事情直接就闹大了, 妖族一杆大修者齐齐出动, 魔门这边也做出了应对, 杀神宗、 白骨门、 魔燕宗、 墨新门等猪派魔门大修一起出击, 对抗包括虎豹狼狐、 草木、 金石等一杆妖精鬼怪在内的妖族大能们, 双方杀的是天昏地暗。 这一战就是三千三夜, 双方都打得筋疲力尽, 更不乏有大能战死。 也就在这时, 暴清松带着仁族修者杀到, 给了所有修者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 当然, 未留后路, 仁族帝先广原子并未出手, 尽管如此, 妖魔两族还是大败, 暴清松带着仁族趁机掩杀, 一路收复失地。 按照暴清松的意思, 接下来就要趁大盛之机言和。 不过仁族修者已经被胜利冲昏头脑, 希望等全面收复失地, 甚至于反攻两族一些领地后, 再谈议和。 暴清松对此长叹一声, 他不敢肯定过早议和是不是正确, 却知道现在不议和, 却肯定是错的。 正如他所料想的, 很快仁族联盟就发现, 他们已经失去了议和的机会。 你是说青阳三子和摩门双煞出手了? 山剑密府中, 唐杰正好征以侠地 为自己珍上一杯新主的茶水。 对, 仁族联盟气势汹汹地攻打天海关, 本想一股作气拿下, 没想到妖族的青阳子, 青丰子和青松子和摩门的赤眼天尊, 紫霄真君连妹出现。 哎, 好香好香啊, 这是什么茶? 浓郁的香气让依依忍禁不住地跳过来, 一把抢过来喝掉。 哼, 牛饮, 唐杰指着依依笑道, 我这清新茶呀, 用的是百年生的紫兰华, 水用的是陈石天心草凝结的霜露, 杯子用的是大荒天牛的头骨杯, 有义气延年, 滋补寿元, 增益灵气, 赔金剑骨之功, 却被你这么一口喝下去, 死了多少人呢? 不清楚, 不过听说人族至少两位子府隐落, 一位子府重伤失踪, 另外还有两人被抓, 愚者溃逃, 怪不得喝了之后, 感觉有好多力量在身体间涌动啊, 一一拍了拍胸口道, 已是全力调膝, 吸收着茶中的好处。 那是自然, 这可是为我自己准备的。 唐杰回道, 对帝仙都有滋补益处的效果的东西, 对子府自然效用更强, 若是天心以下喝了, 则多半被撑得直接暴毙。 十二紫金粮一下子就舍了五根, 而这一下他们彻底没希望了。 人族号称一根擎天柱十二紫金粮, 擎天柱指的是广原子这位帝仙, 十二紫金粮就是十二位子府。 在如今仙台不出的情况下, 子府级别的修者就是顶级的, 结果一战折损五人, 这损失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